有機會這麼讓用你的時間 沒問題 清清清 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學習 你有繳納稅錢 你有繳納稅錢 下次有繳過稅了 有付過我薪水了 你有付信他薪水的 我薪水是你付的 我看過張國 對對對 我們也很認真啊 把你那個 包括 夜夜秀納德 謝謝 還有胡宛年 對 比較高級的 謝謝 就我們都 謝謝 謝謝 又變成資本大家在看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鄭董說要他見面兩分請 但今天至少有三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都是你沒有辦法 對對對 各位明天又要開始找我的心算了 好開心 我們講得這麼開心 好我們開始吧 我的一個孫女 最小的孫女 她說知道我要來這邊 阿公公公 你一定要跟 我不能來跟湯鳳照相 你一定跟湯鳳照相給我看 當然沒問題 所以你才18歲 她就是很羨慕你這樣 夜夜80歲 不過 就今年9月要進去找到人大學 學機械 而且學 產業機器手臂 那很棒啊 女生 現在最熱門的題目 對我們都是做那個 最熱門的 可不可以你看我們的Home page 我們就做那個 好不好 好啊來 好 前一次跟湯鳳照相 其實我們在行政院情況 經濟臺平 有共同一次念 然後 所以後來我們 就是鄭文哲先生 他就想說 其實他在這個產業 已經做了53年了 然後一直很希望台灣這個產業 可以整合成為一個國家隊 那最近剛好 防疫啊 那我們工具機產業 也組合成國家隊 所以有一個人覺得 這個觀念不謀而合 那想說 我們本來是寫台灣隊 後來因為這次的國家 就改了國家隊 很棒 所以想說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 我們心中的一個想法 有沒有機會可以整合一些 政府資源跟產業來做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會談這個 Tour Holder 就是所謂的工具機的刀柄 這個議題 因為有工具機就有Tour Holder 那台灣的工具機產業 其實在台灣 在全世界來說 它的產業產值啊 還有技術優勢啊 其實是很領先的 鄭文哲現在是要第六位 第六位 是 那就全球刀柄的部分的年產值 它大概佔了工具機的產值 2%到2.5% 這個部分我們是有委託 工業院那邊做一個市場研究調查 那我們自己參考這個數據 相對來說 還算是抓的比較保守一些 那大約算起來是美金20億 那當然所有歷史來說啊 是德國跟日本 還是站在領先的地位 那麼台灣跟中國算是 在技術上跟品牌力上面 都算是在互相高度競爭的一個情況 那從工具機產業佔全球來說大概4% 那但是我們的刀柄才佔大概2% 到2.5% 那以這樣的比例來說 其實我們因為有工具機就有刀柄 所以我們相信說 其實台灣的這個多後的產業 應該還有很大的一個成長的空間 那目前以品牌來說 算是德國跟日本還是佔很多些 那德國像是前面左邊看到這邊的 Himer 這邊Poreon這些品牌 那日本的話則是 最上面看到這個Kuroda 是日本第一家做這個2-order的品牌 叫Kuroda 那現在比較紅的就是那個BIG這個品牌 那台灣目前 台灣這邊有四季級版這邊 就是引進整個Kuroda技術 在台灣 就黑田進攻的技術 我們是跟Kuroda合作 所以你們是等於是他們的技術 但是你們引進在這邊做 他的工廠整個他有擴大其他部分 結果我跟貸金 了解 設備貸金 貸金不錯 等於產線移給你們了 對 理解 對 那我們今天有帶一件三方過 所以就剛剛整個台灣的 這些中小企業組成 我們先做了一些前期的調查 大概就是以這10家企業為主 那這邊以整個產業所整理的順序 來做一個資料的整理 大概就佔了13億台 8000萬台幣 大概就是4600萬美金的一個數字 所以我們在設想說 就台灣目前的品牌力跟技術力 還在領先中國的一個階段 未來希望能夠朝向 日本、德國這樣的競爭去發展 那其實它背後是有一些脈絡的 那做了一個SWAT的分析 就是台灣的優勢是我們的技術 機械業的技術更加強 那相對我們產業的彈性 拼編能力也不大 那相對整備 就叫日本、德國來說是來的低了 但我們的弱勢是說 就高級刀餅的製造能力 還算是相對來的弱 品牌資源度比較低 國際行銷能力比較弱 還有就是說 我們在一些自由貿易協定上面 沒有受到優惠 所以在價格提供上面 是有點弱勢 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機會 就是說全球刀餅都是中小企業組成 那台灣的產業主力其實也都是中小企業 那全球21的美金 那台灣其實還有很大的一個成長空間 台灣是0.5億美金 對 5千萬美金 所以就是 還 97.5億 即使這些追上來 我們前面還是一片藍海 對 沒有解決傷 是 那還有一點就是 日本在歐洲的同業其實漸漸的視為 就是說他們的品牌其實發展 在人力上面 在傳承上面其實都遇到一些困難 相對來說 台灣反而現在有機會 我們做的產品交給日本 交給德國來幫我們代工 所以這個局勢其實也開始有點在流暢 那不過也有一些威脅 像韓國 中國跟印度 他們在生產方面 其實技術跟這個效率方面 也都開始在決定 算是一個相當大的競爭 那品牌 我們要去挑戰歐洲跟日本 是不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 也是一個外在的威脅 第三個就是說 譬如說在整個加工機 這個Toolholder的產業裡面 百分之40是用在汽車工業 那未來都是電動車 所以原本汽車工業裡面的需求 可能會減少 那這個部分 我們是一個萬分的經驗 所以我們整理以上的 Squadr分析的結果就是把它 倒出一個我們認為可行的策略 利用台灣的優勢跟外部的機會 利用台灣機械系列的優勢 可以整合為國際品牌 然後未來可以提高全球市場戰友率 就我們看的是 還沒有被打到那個97.5% 而不是原來贏在那裡 這裡面對品牌有什麼想法嗎 就是說 因為希望他們不要再重新製造開始 像Highway跟Foxconn 我們是一直想能夠 因為這個投資也不知道多少 20億到30億就夠了 不大了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由他們的角度來看 由他們把品牌帶來 我們實際上一直做給他 不過的部分 要請日本 要記錯請日本來協助我們 所以這部分就是還沒有開始 還沒開始 我們不是一個小公司 了解 等於是一個願景 對 一個願景 OK 那所以我們在整個架構上面是 現在已經導入日本黑田進攻的技術 但就像西方政府單位 特別像是工業局經濟部的那個單位 還有PMC 算是台灣的這個精密機械研發中心 還有TMBA 就是台灣工具機的周邊同一個工會這邊 可以做一個跨公司的這個整合 因為我們最近也聽到這個TMBA 像那個 學縣他們在談說過去的產業都是競爭嗎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在既競爭的情況底下 又保持一些合作的關係 可以能夠把這個產業更加更大 所以成立一個像台灣同業 聯誼會這樣的一個機構 那當然因為這個Toolholder的產業跟工具機本身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也許工具機的業者也可以一起來參與來發展這件事情 那目的就是說 全球現在這樣的產品 它就分成歐規、美規跟日規 那每一家常常都只能生產其中的某幾種 那如果我們能夠整理下來 是不是這個品牌就能夠服務到全球使用各種規格 而且全世界就分這三種類 了解 但我們台灣比較接近日規 比較多 所以我們做日規的也比較多 也比較多 但是也接受 我們也接受 因為在日文的時候我們也接受一些歐規 了解 當時美規我們就沒有 但是有人在做美 了解 來做一個整個就好 那大家不要互相競爭 理解 既競爭也有何處 理解 好 請繼續 所以講第一個行動方案就是說 先把這個同業聯誼會成立起來 那大家在這個同業聯誼會裡面 除了情感上的聯誼呢 互相有什麼產業的情報 還可以去交換 有什麼技術可以節償補短 然後互補 那就不用 你也一套生產設備 我一套生產設備做一樣的東西 我做你沒有 你做我沒有 那我們互相都可以去做全球市場的銷售 所以這個是目前的 第一步驟的一個想法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說我們未來能夠成立一個全球品牌的通路上 大家比如說合資成立一個這樣的公司 那這個公司呢 它本身不做生產 它就是做一個品牌 但是委託我們國內這些廠商呢 做 OEM 跟 ODM 就是我們來開拓全球市場 那剛剛提到說 如果能夠把這些工具機業的提進來 也許 High Win 它變成一個 High Win 多的一個 Section 在賣 Tour Holder 這樣的一個部門就可行 就是 VOX GO 是 那這個品牌通路商的任務呢 我們目標是希望說 在十年內 能夠達成六億美金 作為我們整體的一個營業目標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品牌通路商 它必須要有很多的專業經理人 那最適合的也是說 能夠在需求當地找國外的 在地的一些專業經理人 還有擅長於國外行銷的專員來說 那產品就是說 有包含歐歸歸歸歸歸歸 歸歸系列的產品 那因為這些庫存都是由不同的廠商提供 所以文物上應該它能夠庫存 充滿提供一個 Just-in-time 服務 那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說 我們能夠從製造端走向品牌端 就能夠更直接接觸市場 那了解說市場還有什麼缺口 還沒有被滿足的 那反推回來告訴這些製造商說 我們還可以開發什麼新產品 這個是通路商的責任 這是我們預期的一個成長曲線 希望說在十年內 能夠做到有30%的一個全球市佔率 就大概是六億平均 這個合作好的話 或者這個曲線可以更快 因為其實180億不大 假如國家又像這次的國家對這種 可以更快 最大能夠通到三百億就是百分之五十 這種可能也不是說不可能 台灣人這種熱情 OK 這當然我們也受到一本書的啟發 就是隱形冠軍 有很多產業其實像加工機工具 其實產業都是各 比如說iPhone 也是我們中央的客戶這些 就是背後都需要這些產業來支持 那這個特質裡面就是說 第一個一定要有國際市場 第二個要本身的特殊技術 第三個特質就是說它本身是中小行 企業所群聚有達成的 所以如果說這是一個能夠被肯定的發展方向的話 我們在這個時間點台灣其實是很有潛力 只要我們要做這三件事 第一個要先投入國際行銷 第二個技術的部分 一定要去共享出來 大家互相接長部分 第三個就是把生產能力能夠整合出來一個生產規模 所以整個簡報裡面的結論其實它的脈絡大概是這樣 工具機裡面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而且有工具機就有刀柄行業 它後續還會再繼續的往下 算是一個非常穩定長期 在商業面後的一個產業 那第二個部分則是全球刀柄的連續求 有每期20億 那約是工具機市場的反應就2到2.5 那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那就目前的全球產量前三名是德國 還有德國以外的歐洲的總和跟日本 可是德國跟日本這些中小廠其實在試位了 所以我正式好我們彎道超車的一個好機會 那就台灣來說 我們也已經引進了日本這個第一家刀柄資料廠 就已經成功了 也就是說其實日本繼續漸漸在台灣已經可以落地生根了 所以可以支援到台灣很多技術還不足的部分 那最後如果說我們能夠透過整合 來成立一家國家隊一個品牌動物上去拓展整個市場 這會是我們這個計畫裡面能夠希望能夠達到的一個願景 那就套一句大家這個順口溜都可以說的話 叫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所以這個是我們董事長 德文哲傑剛提出的一個這個產業裡面的一個夢想 所以希望說有機會能夠透過可能 身為這邊的一些整合各單位的力量 或者在大數據啊 在數位世界裡面的一些資訊的整合 能夠是不是有機會我們可以來推動這些事情 那台灣產業可以國際化嗎 好 謝謝大家 看董事長有沒有要補充 大概也是這樣 就是我一直希望 當時跟工業局的幕僚有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一段三百億 當然認為我們工業局都是做幾千億的生意 這麼大的規劃 才是三百億的話就很小 所以當我們看見你的大數據的觀念 替我們這邊做個整合 然後這一次國家隊這個是我們 其實這個我們規劃了一年半 這個項目 有這個項目一年半的錢看 然後結果他們什麼 結果他們休息的財政這個辦法 是這樣 了解 其實我想講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的工具機國家隊 並不是我去整合的 我只是管配銷的這部分而已 而且配銷這部分也是經過了 大家知道1.0 2.0 然後還有販賣機嘛 然後3.0啊等等 都有各種各樣的加強 也是各方人是一起做成的啦 我只是幫助大家去規劃一個 大家比較省力的一個機制而已 就是購買的機制而已 那但是為什麼會有國家隊在工具機上 那是因為我們有傳染病防治法嘛 第五十四條 說指揮官可以指示各級的政府 較好不像說指示我們的經濟部 沈隆英部長去徵用民間對醫療器材 像口罩他的生產的整套東西 都可以徵用過來 那徵用的意思就是說 有國家類似公賣局這樣子 在疫情的過程裡面去分配嘛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新的產線 像最新的那二十二條 也慢慢都在上陣了之後 其實這些工具機的朋友們就回去 就是各自的領域了 所以大家是一次在徵用的期間裡面來合作了 並不是說從此之後 台灣的口罩生產就變成國家隊了 這個是只有在疫情裡面才是這樣子的 之後都是回到自由的貿易市場 他們可能也還是競爭的關係 所以相信您也知道 我只是講給我們的觀眾 不要有一張好像我們口罩要永遠徵用下去 我不是這樣子 那還是有生意啦 對對對 而且以我所知就是 就是像工具機的這些朋友們 很多他投入的時候 他本來也不是生產口罩的 但是他只是因為 他生產比口罩機更精密的機械 所以他可以去把他更精密的這個想法去調 那有些好的師傅調 他的產量甚至可以到接近十倍等等 這些我們都是非常厲害的一些朋友 但是就是說在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除非是說 就是tower holder 就是刀柄 跟防疫有關係 不然我們要按照什麼權限 去把大家集合起來 這個我還沒有很清楚 這跟網友沒有關係 其實這是一個產業發展的點去做切入 就是說 那大家會不會有機會可以認同這樣的一個產業發展的機會 比如說像這個聯盟 他可能不是有國家來營運 但是各家公司都投入一點資源 大家一起來做 我理解 我理解 因為像在中小企業的時候 就比較有可能 因為一個中小企業沒有辦法顧到他全部的產業鏈 所以他必須要是很就是敏捷的 就是這邊缺了什麼 那他就去做什麼 或者有什麼新的情勢出現 然後比方說塑膠吸管突然不可以外帶了 他得趕快去換他的吸管的材質 或者他那個杯蓋的那個設計 就要換成不需要吸管的或之類的 那當然本來就是有很多產業的這種聯盟 那我想你們的狀況是說 因為你們剛好介於這兩者中間 就是說既不是說產值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工序機 但是又不是像一般中小企業那樣子 就是你的供應鏈是非常靈活 而且可以隨時調度的 所以你們更需要在行業內的朋友們 彼此之間認同共同的價值 因為行業外的朋友們可能對你們價值的肯定 不會像這次口罩那樣子 就是他一聽到就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對那所以我覺得就是關於這個價值的設定 你的簡報很棒 但是我會覺得說你的結論 可能才是你最重要的這一部分 就是說我想如果你要有一個願景的話 應該是說成立品牌通路箱 拓銷全球市場 這個可能才是 如果我要做這個簡報 我會放第一頁的第一個bullet point 而不是最後一頁的最後一個bullet point 對就是說因為這是你要達到的那件事情 你並沒有說一定要怎麼做 但是你覺得這樣子做到的對大家都比較好 然後這個願景我覺得也可能要就是 因為你說成立品牌通路箱 那個品牌通路箱 到底它的品牌要叫什麼呢 或者是說它要怎麼樣子去說服全球的市場的朋友們 來認同這個新的品牌呢 它的我們叫做品牌的差異化 differentiator 到底是哪些 就是說你要假設你現在是從十年之後的未來 回來的一個未來的人 在對我們這些還在西元2020的年做簡報 說2030年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全球很高的市占率了 那我們這個品牌通路上為什麼當年可以拿到這個呢 是因為我們當年哪些事情做對了等等 所以就是說你的情報都很棒 但是我會反著順序講這件事情 對 你要不要把你這一件這個想法的這個脈絡 對 脈絡譬如說 Highway當然是跟我們機械零加工很相似 對啦 它已經變成有一點世界品牌了 是的 我們就 借客上市 然後我成立一個Highway to hold section 哦 我是這種想法 我聽懂了 那另外 Highway的老闆請保守一點 那叫郭台銘的話 Foxcon已經更沒名字 保守也是全是有一個人家多 那郭台銘是更 更更適合最整件事情 我以前在那個 有一家當顧問的公司 他當時還不叫BankQ 他當時還叫Acer Pay Referral 對 也是類似的這個概念 對 對 那 我們希望他成立這種 通過 利用他的 現在的 詮釋的句點 然後 總共是一個很好的 推動的力量 那他有Marketing的概念 然後 要求當地的 就外國人的 熟悉這個市場 來當分公司的總監 OK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推出來 因為我一直認為 德國跟日本 一直在示威 一直在漸漸想 像德國 一部分 叫印度跟中國製造 那我們另外一個 不肯出來的公司 就有兩家 甚至於接受 我們回頭他做 市場比較少 甚至不像是 我們即使沒多少 他都可以接受 掛我們的牌子 德國人就可以掛我們的牌子 我理解 就很有趣 表示你的品質已經是 對 表示真的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們 日本也叫我們 替他代工 但是我們到底 我們真的 這麼少 永遠在2.5% 怎麼樣 就是7.5% 我們去做 做不出來 像 郭泰銘這種 破例行 只要2311他很容易做 他做一個 Foxconn 2 Hold Up 對 對 像我說Acer Peripheral Foxconn 2 Hold Up 對 OK 那 我們也不要 那我們自己 已經有自己的 路子 自己的銷售 你就不要 跟他們講 97點 我們就2.5% 維持我們2.5% 就夠了 然後增加他的 現在每一家都很苦 實際上每一家都很小 都很苦 你喝起來 只有15億 台瓶箱也是 十家 所以 很多家都不是只做這個 兼的做 我們也是兼的做 我們這些部門也是兼的做 就是當時一直在想 自己的品牌真的打得好苦 跟Acer打自己的品牌 好苦 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那只好叫 叫 High One 叫 Foxconn 他就整理這個 整理這個品牌 也不錯 好 所以就是 基本上 主要就是 這兩家大的 品牌 你們是接下來主要想去談 還是已經談過 你說態度比較保守 意思是比較 沒有 就是我們知道他的個性 因為我們不設長 OK 因為我也好像也有跟他們 一起演講過 那Terry那時候 我們也碰過面 對 但是當然不是聊這個主題 我當時不知道有這個主題可以聊 對 那所以如果你是覺得說 從你的角度去跟他們提案 然後是要把這個變成他們的品牌的價值 對 的話 那我的主要的建議就是說 應該是說 你的這一邊 有什麼東西 讓他覺得說 他有未來性 就是說不是只是市場做大 對 因為市場做大 以他的資本來講 這邊他投入資本很棒 但是 他的行銷資本很快就碰到天花板 再多大概也就是這麼多 那以他的 如果是BD的角度來看 還沒有談到M&A 那個BD的角度來看 他就已經會覺得說 那我只投入有限的資本就好 但是如果你是告訴他說 這裡面有一些別的綜合效果 那好比像說 你剛剛講到一個 我覺得很有意思啊 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吸收 日本或者是德國一些非常有經驗 非常老牌等等的這些 朋友們的 不管是技術啊 智慧啊 經驗啊等等 那這些部分吸收過來之後 他對於整個集團還有哪些用處 那這個也是一個 另外一個可以切入的一個角度 但因為我不是你們行業 我也不敢裝懂 我不知道你吸收這些 不管是人員技術專利過來 到底可以用來做什麼 對 但是我是覺得如果我是 就是集團的負責人的話 我會比較想聽到後面的這個 而不只是說 前面的就是把我M&A進來 或者把我變成通路上做BD 對我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那個大概 他已經很了解了 對 這個是因為我們也沒辦法接觸到 公家的分析 對 譬如說透過這個 稍微有機會 經濟部長這種層次 對 他直接號召一下 他不要 我們不需要國家出錢 對 就是能夠替我們組成這種對 那這個你現在又不是疫情 又不是時候命令的不可能 對 那牽一下 看起來做這些目的 嗯 沒人這樣 沒人這樣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可以見見我們形成 當然要很慢 大家都一定有 Defense 每個人都把它合起來 是一次這種思想 這種理想 我是覺得蠻好的 我個人是覺得蠻好 只是說 因為我之前接觸到的領域 主要都是說 它所發揮的公共利益 像我剛剛講到的 把塑膠吸管能夠轉成 可分解的材質 那是因為環境保護的利益嘛 那又或者說 我們之前做一些 空氣或水品質的量測 連到網路上 那是因為台灣都想要食品的安全嘛 那個也是一個公共利益啦 對 那所以就是說 我這邊處理的主要就是說 這樣子結合之後 對公共會有什麼利益 那這部分我是可以去協調 因為我是負責這個 那但是如果是以市場 就是說台灣在全球市場上面 的這個力量的話 那那個主要還是 就是像公民心政委等等朋友們 在負責 公民心公政委 對在負責 那但是我當然 至少我們今天有錄影啦 我是可以稍微 summarize一下 然後請就是經濟部相關的朋友們 參考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沒有辦法去 call 工業局 來一個 meeting 因為我所負責的部分 按照院長的指派 只有說我們整合之後 能夠產生說永續發展目標 環境啊社會啊等等 這些利益的這個部分 那但是因為你們聽起來 比較不像屬於這個部分 就我們叫社創的這個部分 對所以就 也許我們只能說 那請他們參考 如果覺得值得來召開一下 那他們就會召開 但是不是說我去督導工業局 沒有沒有這種事情這樣 我知道 當然知道 我們也知道 各種可能性 對對對 我們也希望 在下一個步驟 當然我們找到 TNBA 對 現在許文憲這個 這個 這個 是啊 就先從社會部門開始嘛 先聯合起來 也就是說 嗯 嗯 經濟部長的程度 稍微一點 加一點點關心這樣 欸 這個怎麼樣 大家合作一下 怎麼樣 提出這樣講 我們也不需要 就是我們就 我們自己去提發出這個 到底沒有人要做 理解啊 理解 就話比方說你的同業聯誼會 成立大會的時候 他能夠拍個短影片 製個詞啊 或什麼之類的 這我理解了 我理解 欸你們 你們探探看嘛 我們自己去出門 他根本不理 沒得跟我們常常講 有時候還有點禁證 但是關於是做一個 溝通 跟你們這樣 你常常講 你在各種都是一直在強調 溝通這樣 對對對 那個問題稍微 欸你們去溝通一下嘛 他就逼得欸政府這樣講 那大家 我們 剛開始 說一點都無所 嗯 希望大家 對對對 當然這個在公部門 還是要落到事務官啦 對對對 就是說不管是我也好 或這個省部長也好 我們是政務官嘛 我們是負責傾聽大家的訴求 然後去想一個可行的方案 那但是事務官 還是要有一個事務官朋友 來當這個樞紐嘛 不然這個你打電話要找誰呢 對不對 所以就是還是要他來帶領 那現在我們具體碰到的一個挑戰是說 我自己比較熟悉的就是中期處的朋友們 他們現在很多能量是放在那個紓困跟振興上面 尤其是包含像就是中小企業信保啊 這個收信嘛 這個各個不同的工會對於自營業者啊 什麼之類的補助啊等等這些 現在其實是已經消耗到他們百分之一百零幾的能量了 大家都是在過熱運轉中 對 非常燒燙的狀況 包含1988那個電話也是被打到快要燒起來了 對 所以他們還有緊急加派人力嘛 去接那個電話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比較熟的這群人 我現在如果去找他的話 他在盲線中 對 大概很難 很難來處理這些事情 那國貿局那一批的人 我其實不熟 我跟他們並沒有什麼很具體的合作 對 國貿局5月8號 對 局長跟我們一個會談 是 我是另外一個身份 啊 是 就是台日商務協會的常務理事 是 跟台灣日本 因為我是日本大學畢業 是 所以跟他們一樣 他國貿局正好 本來是今天要他們去 我們要請他們開會 是 今天後來因為這邊我不能去 結果他也因此取消該5月8號 哦 所以你馬上就要去跟他檢報 5月8號 他自己感覺把4月30號取消 他抱歉 他只要來我們協會 啊 那很好啊 他自己感覺不好意思 非常好啊 5月8號要在我們協會 對啊 那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你當然可以說就是在 我看過這個簡報之後 我有 我剛剛兩個具體建議嘛 一個是講的順序啦 很可能是 那個願景先從未來 把它寫回來 對 未來把它寫回來 這樣子可能比較重要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對於其他的就是 尤其是你的品牌通路商 假設就是 上映後 Foxconn的話 他的整個集團 會有哪些 別的好處 對 那這個可能要稍微發想一下 可能性就好了啦 有哪些有好處的可能性 你如果這兩個 有一些論述的話 我猜國貿局會比較認真的 來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我跟國貿局 合作的部分不多 所以我也不確定他的狀況 那你對警會認真嗎 因為他對於國外的 他對國外的 就是通路 我們在國外的能見督 這是他主要的嘛 因為我們在貿易談判的時候 我們每多一個他們那邊認同的東西 我們的談判籌碼就多一些 我們完全沒有考慮到 我們一直在考慮製造 所以沒有考慮到 對 對 我講的是其實有點像是像冒險啊等等 他們的很多的目的 或者是觀光發展協會的目的 都是讓對方的人民 對方的顧客 而不是對方的政府 對方的政府指定採購 那個一次就用完了 如果對方的人民對台灣的品牌 尤其像珍珠奶茶之類的 它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變成它的生活型態 那這樣的話我們在貿易談判上面 就取得一個優勢 因為這是它很難放掉的一個東西 它不能說 我就不再從台灣進口這個 因為他們人民會會暴動嘛 不能沒有你 對不能沒有你的這個情況 所以就是說 這種對對方人民的外部性 這個可能國貿局也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以前大家都是想說 可能以觀光旅遊 或者少數幾個大家聽過的 傑安特啊什麼東西為主 那但是我現在是覺得說 在任何方面 只要你放一些設計的元素進去 你都還是可能變成 指定你的品牌購買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跟國貿局談的話 那就比較不是工業局 主要是國內整合的這個角度 跟國貿局的話就會是 對國外促進大家認同台灣的 這樣子一個角度 到底可以有什麼樣子的幫助等等 也許要從這個角度多稍微測一些 那同一套這個縮帖 也是你如果以後要去跟 大的品牌通路上講的時候 的同一個縮帖 因為對他來講好的外部性 是這一種啊 而不是他自己多賺幾個錢 他多賺幾個錢 他有別的投資標的可以用 這個方向是完全非常好的 五月八號跟他談一下 對啊 你也可以請教他說 我們怎麼樣子寫 才可以讓就是大的同路上 比較能夠理解就是大家的願景 變成一個共同的願景 其實就是拋磚引玉 就是說你大方的承認說 我只能想到這裡 但是這個方向是我們願意努力 那接下來的就像石頭湯 你要加馬鈴薯還是胡蘿蔔 大家一起來做 另外一個影片你不是自己看過嗎 是我們是要把我們公司的簡介 在機器手臂的步 我們只做產業機器 它分兩種 我們產業只是做 對機器的運輸上 這方面我們很強 就發那個FAMUC 我們做了很久 這個東西是說 那是不是有 那要不要 還不要 是還好啦 如果有 就是之後 因為我們這個影片 我們會放在YouTube上 那如果大家有相關的參考連結 你就提供給我們同事 我們上稿的時候 就直接把它貼在影片的那個區 這樣看的人就可以直接點開 就可以看到 知識就是連在一起 對對對 你一直在強調 資訊公開 資訊公開 自由 對啊 這個概念 給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公司 麻風 全部一直要看你的 大家一直在看著你的那個旁分器 謝謝 謝謝 還有一些那個 博文夜夜秀 他都是看來不及 謝謝 換禮服 要放慢速 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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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組字稿 謝謝 組字稿 我們都在做什麼 很字稿 謝謝 不然也許我們老人家都會 有字幕啦 你可以打開字幕 他音樂記得他修 你關用閱讀的方式 對對對 我們跟什麼不一樣 這個 對對對 指令出來 這很棒 富安蓮 富安蓮對不對 富安蓮你跟他兩次嘛 對沒錯 就是比較有深度 對對對 像鄭鴻你 我們越看越沒有深度 馬上調過 是是是 理解 您的感謝分享您的感受 對對對 很多字都用你的字 現在我們在強調 平凡就是人權OK 真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公司 你有沒有形成這個 你影響力很大 大家一直說 好像思想家一樣 影響很多民間的 而且你這種溫和在改變 社會的一種革命 是啊 也是我很願意讓大家的想法影響 所以我 你現在提出這個想法 我就大概就知道 下次碰到人我就知道 因為這樣我們才敢像你一樣 才談話 是因為這樣 開放性夠高 對 一直這麼好 一直都接手一些 你在99號那時候 南岸路就好 星期三個10點到晚上10點 對對對 想跟我講可以接受嗎 背太熟了 你就很感動 謝謝 好 不好意思啦 就80多歲的人 還是想求跟一個上十幾歲的膽 對 沒有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跨年齡 今天真的學到很多 然後也很願意就是幫忙這個增幅啦 至少我們YouTube你PO上去 大概上千個人看是很基本的 對 那所以就是大家想法 如果之後跟國貿局也好 或跟其他的產業界的朋友 再有真的有這個聯誼會組成啊 或怎麼樣 那就隨時跟我們保持聯絡 但是我們希望政府召集一下 我昨天跟英雄 我晚上睡覺靠呼吸器 是 那個是睡眠道主 他跟我講 政府經濟部叫他們去談話 像這個樣子就經濟部來教大家一床來談話 這是那個公演院的那個原刑機 他們已經做出來了 結果我們一個人生他說他沒有參加 他昨天也跟我講 對啊 經濟部要求他們去表示一見 對啊 這個也是運用傳染病防治法第54條 現在我們又沒有照片 現在問題就是你們沒有被那個框在裡面 經濟部如果把這個 你們去談一下 我跟你造型談一下 不要政府出錢 我們不願意把你剛剛想到說 有點像研討會 有點像研討會嗎 對啦 你們喝起來喝不好就算了 你們喝起來就促成一下 其實是這個目的 對啊對啊 如果你們成立的就是 好比方說記者會或什麼 需要場地或什麼 其實就人愛路三段9號 常常都是這樣子使用的 對你就直接去跟他租場地 就可以了 那就比較可以出來旁通了 碰到很多就是也是在做通路的 做營銷的 這個你應該很清楚 就是新創基地的那群人 對 跟進駐團隊 對 這個像我們這次的訴求 比較是由上而下的 像 你平常在做很多社創 因為我們由上而下的時候 就得有法律依據 如果說像比如說 社創事實上有很多小小的單位 他們彼此之間有各自想要維護的目的心 對 這些如果由下而上去談的時候 你的經驗來說 就是你要挑一個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說這個到底是可以讓 氣候變遷變得就是比較可以控制呢 還是可以解決貧窮或飢餓的問題呢 等等等等 就是你要解決一個很明確的社會環境 等等的問題 那繞著這個題目 大家一起來集思廣益 那所以只是說我們要做環保不夠 你必須要說我們要塑膠垃圾減量 或者是說我們要包裝才能夠再生利用等等 那已經要到這麼細了 那這個時候本來不是做這個的 就像很多現在做國家隊口罩工具機 本來根本是做更精密的機械 它可以有一個新的角度的想法 比你本來在做的人可以想到更多 那是因為它處理過更複雜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這個題目不夠明確 那它其實也聽不懂 因為這是它平常沒有在處理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時候它就很難去給你有意義的建議 所以就把它想成你要開一個群眾募資案 然後你要給投你錢的人什麼東西當作回饋 那這個東西如果想得清楚的話 其實你就知道說你要去處理哪一個特定的永續發展目標 這樣就可以很容易透過社創平台把人走集起來 對 也許有來講 還有什麼 我們在可能後續 比如說國貿局這邊有上的相合 但是業界之間有在一個 業界之間能不能號召這個工廠就是經濟的事情 它能夠號召 它還不要到時候 它現在來談一談 所以我們下到上也是也可以挑一個議題 如果花棒降就找到 有沒有產業之間彼此的一些共識 對 共識的價值 他們心中如果沒有品牌 我們現在直接跟它談品牌 會不會是他都沒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對就是這樣 所以就你可能要找到一個中間過渡性的價值 這個價值是他們也可以認同的 它比方像剛剛講歐美日歸我們結場補短 這也許是他們聽得進去的 他們聽得懂的 等等這樣 OK 要來弄啊 第一項跑到進去 對對對 我們比較間接一點 我們比較含蓄 對對對對 我們需要有點佐證資料 所以想說有一個脈絡比較清楚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指出問題 然後就當作問題已經解決了 講說現在這樣就是比較好 然後再回過頭來交代說 我怎麼走過來的 這樣子比較有說服力 這樣是倒序法 對對對 今天我們公司一個年輕的小女孩在這時候 她看來就這樣 不行啊 你是不是自己做出來 所以要一天進去 你不能講話 我說沒有 我們還要把他們保守 五年前就好 請公園院做一個撒位 他的market name 其實他比我們就還大 一直保守 壓制保守 我們花錢請公園院 這個沒問題 這個我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如果大家要合照的話 是不是就坐在原位 好啊 然後你要用手機或什麼 交給我們joke 好啊 謝謝